明星的爱好有多奇葩 陈秋安喜欢收集自己的嘴皮 因为我的嘴皮就是可以撕了一层 就是一层一层起来 然后我就会拿个盒子 把我的嘴皮都装在这个盒子里面收集起来 这爱好也太奇葩了 火里纳扎的爱好真的精卫天人 会把那个带泡茶然后敷开 然后把里面的茶渣都吃掉 孩子 我这么哭不去了 今年不好的时候 我可以一天吃50包 50包 有人喜欢吃茶包吗 喝酒和黄磊的爱好让人很难理解 我们那时候是车跑过去之后 就追着闻那个尾气 觉得我也是 闻得气味 那会儿就小 那会儿空气多干净啊 你们小时候也会这样吗 奇葩说小龙虾的头可以吃 却遭到何老师的质疑 弄到这样子 那头就扔了 头本来就不吃 龙虾没有人吃头的 我吃头 很多人都吃头都留头的 好那我头给你 里面有那个黄呀 很好吃的呀 奇葩上厕所也跟别人不一样 真正的好朋友好闺蜜 就很容易在浴室聊天 因为我跟我的闺蜜 真的都是属于 我在这里上厕所 边上就做了好朋友 继续聊天 我觉得对方不是会很舒服吧 他们很舒服 你们舒服吗 极客 这是有社交牛逼症啊 谭颂怨喜欢在厕所待着 你待就是一个小时 我喜欢在厕所里待着 特别是我每次从外面 比如说我工作完 或者怎么样 回到家里 第一件事情上厕所 一待是 那个时候一待是一个小时 然后 带上手机和充电器 好 大家也喜欢在厕所待着吗 而他还遭到过 萨贝宁的吐槽 他嫌我爱抠脚 你确实是这样 他每天抠24个小时抠 抠完之后还抠鼻孔 关键他不抠自己鼻孔 他抠我的鼻孔啊 他抠完脚以后 抠我的鼻孔 哪个说得了 你就是 抠脚拉屎放屁 这都是人之常情 你不得24小时常情在 那你太长了 萨老师 人家可是女孩子啊 滴了热发自爆每天晚上 都会做的事 居然是这个 每天睡觉前会这样 涂口红 从小就一个习惯 就拿手就这样滑嘴巴 才能睡着 对对对就这样 不愧是哀美的女孩子